当时我为了指导他更多的信息 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那种感觉就像我想钻进他的脑子里 观看他每一天的生活 我想要知道他所有的秘密 昨天孟美琪被私隆犯调换航班座位的新闻上了热搜 从跟踪私人行程 到偷偷溜进偶像住宅安装摄像头 私隆犯的操作总是让人毛骨悚然 这次我们联系到了一位前私隆犯 在他的故事里变成私隆犯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听完他的字述 我们觉得即使没有插谎和动向 他的回答也足够有力了 喂你好 我是之前在韩国做了四年的最终传 在开始之前我想说 我对自己那几年的行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后悔 我也希望不要有任何人后再有相似的经历 初中的时候我被校园霸凌得了抑郁症 在那段交识的日子里 我们一天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偶像 他什么XX的成员 那时候我很想没兴趣做任何事 但每次听到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照片我就会傻笑 每次谈到他我就会偷偷不觉 2014年的某一天 我偶然加入了一个粉丝军物学 大家在准备准备看二度学演 我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参加了 因为前一天我踏上中的那个城市的火车 连行无几次动 我终于可以见到他了 但是当下车问几位学生见面后 他们就把我拉进一台机座车里 货背销里满满的都是对两次机房 也肯定满散的场景头 我差点以为自己是为绑架了 我问他们我们去哪 他们说去接机 我当时特别好奇 他们怎么会连航班都知道 他们说是找机场的前线买的叫紧 而且还查了问酒店 当时我的内心特别坦诚了 觉得这样似乎不好 但现在偶像的那一刻 我的工具全部消失了 他从到达平总了出来 看上去有些体备 一心还能看到一点胡渣 虽然这个样子的他 也没有舞台上那么光阶亮 甚至可以说有些拉凉 就像我生活中那些 附酒店活的男生一样 但我心还是狂跳都不停 听完机 我们和偶像出现同一家酒店 蹲长的时候 我看到台上一次不够的男生 说是被心大副场 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好像还挺多的 但我可以看到偶像 自己下的样子 让我觉得很刺激 但是他们光鲜亮丽的舞台 从来没办法给我等拍展 于是我开始有了一些 得心尽识的想法 我们其他几位私生饭 甚至还凑钱 而都在他的工具对面 我们准备了大大小小的光源机 每天都在冲闲 还有当时手耳机给文鸡 但我们这个就偷着买过一台 拿了一个文鸡拍到的他家 我们一个朋友 还担任过他的历史处理 然后让那个处理在他包里 放在这里面 爱豆跟私生关系 其实是有些微妙的 是有89的爱豆中打过私生 甚至还有很多经纪人 会逐中打私生饭 但是他们也不会希望 何个私生都没有 毕竟他听到 胜头他们已经红透了 之前有个墙头 只有我一个私生饭 但他还不怎么搭理我 结果后来 我放下玩了一个桌月 再见到他时 他竟然会逐中 像风口的生活长招呼 还问我 那个时间怎么没来 我跟他解释说 我是出过旅游的不是爬枪 他当时笑了 很释然地笑 那天他的经纪人 还主动把他的高高套 和电话号码给了我 不过他们团体 红包后 他就换了号码 实际上我删了 一般来说 私生爬枪速度非常快 很多甚至 各个一两次就爬枪了 毕竟我像自家里 逐步从公路人家的样子 真的不怎么样 那么大多数没什么文化 在生活也挺乱的 还有个男爱豆 听口给我说 居然有公开的训练运用 跟他写了分圈外人上桌 但我还是一直坐着自由看 直到18年 当时我住完最后一个 打得进程 两周没睡觉 整个人累的都快散架了 当时我回到警示 我以为自己会睡一个周末 结果那一个晚上 我彻夜未眠 那年我爬起来起书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因为做气不规律 受到八十斤的脸 还有两个中午的黑眼圈 简直就像一个女君子 然后我嫁动感的事 才做了最简单的早餐 你知道吗 那是我在韩国以来 第一次吃早饭 吃完饭我在床间坐了很久 思考着来这韩国的思念 我到底要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回忆起任何有意义的事 我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了 我的生活还是应该继续下去 于是我上掉了手机里 左右盒飞行长官网 还有电脑 iPad 各种别人里 等上万张照片的视频 我中掉了警示里 收集了短海报 成了片专写 这四年来我做自身账花了将近二十万 如果我把生育资料卖了 我就跟他回本了 但我当时全山了 吃着干净心情 大概两三天后 我当做了我的服务 我发现即使这么多天 毫无影响 也完全没有人关心 只有那些自身好友 在不行的问 到底还跟不跟吗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 于是我开始不在逛客 不在这一页编房 我每天去学习家储处管 反正去接身房 用心调理自己的审讯 后来我去一家咖啡店 兼职了一段时间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学习 会是正常的打交道 有没有关门的时候 我正好遇到了 当初那个我最喜欢的偶像 他戴着口罩 接着一个女生的手 站在门口 他看到我 一下子就热出来了 他这么多 然后笑了笑 我也笑了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何老师的话 就算你的偶像 再了不起 全世界最可爱的人 还是你自己 他跟你是有段距离的 他是一颗星 但你是自己的太阳 如果你喜欢这期 要不请跟我们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